闪婚交期太迷人 第211集 天注定的姻缘 穆罕宇的脸色直接阴沉了下来 然后直接转身说 我去开车啊 你们准备好出来 她的声音淡淡的 但夏末听得出她隐忍的怒气 夏末看着穆罕宇高大的背影 快速地离开了餐厅 她走开小糯米的视线之后 挺拔的身影散发出一股冰冷的气息 让人不寒而栗 她这是生气了 小糯米懵懵地看着妈妈 妈妈为什么要逃避自己的问题 夏末看着小糯米看着自己的样子 叹了叹气说 糯米 我们算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爸比很爱你 妈咪也很爱你 人都是要长大的 有时候相亲相爱的人 也不一定要非得生活在一起 只要我们心中有爱 那即便有时候不能在一起 也是爱你的 就像有时候你要去上学 妈咪要上班一样 妈咪的心里永远都是爱你的 小糯米眨了眨眼睛 又眨了眨眼睛 她不太听得懂妈妈说的 但是她也听懂了一部分 爸爸跟妈妈都很爱她 妈妈还说会永远都爱她 小糯米点了点头 樱桃般粉嫩的小嘴微微扬起说 嗯 妈咪 我也永远都爱你 夏末浓密线长的睫毛轻轻颤了颤 她把小糯米软嫩的小身子抱在怀里 然后去拿了小糯米的书包 穆涵雨已经把车停在了门口 夏末以为穆涵雨开的车 没有去看驾驶座 而是直接开了车后门 这才知道穆涵雨今天自己没有开车 而是坐在了后座位 车里的气压有些低 穆涵雨慵懒地坐在那里 五官俊朗高贵 雕刻般高顶的鼻梁 微敏的唇角 荷尔蒙十足 修长的双腿自然地交叠 优雅滑贵的 就好像君王一样 夏末只是愣了一下 就把小糯米给抱了上去 然后自己也坐了上去 小糯米看到穆涵雨坐在后座 笑得眉眼弯弯的 妈妈给他抱上车 他软嫩的小身子 就朝爸爸身上扑了过去 爸爸抱抱 小糯米扬着小脑袋 粉嘟嘟的小嘴甜甜地笑着 看着小糯米那粉嫩的小脸蛋 穆涵雨骨节分明地修长手指 忍不住在他的粉嫩小脸上 丑腻地捏了一下 然后就把他抱在了怀里 夏末本来是想让小糯米坐在中间的 没有想到他就关了一个门 回头就发现 小糯米已经跑到了穆涵雨的怀里 起初感觉其实也还好 他们中间还有一点点的距离 后来随着汽车的启动 也不知道是怎么的 他们俩就坐到跃进了 随着距离的靠近 穆涵雨身上那好闻轻烈的气味 不停地扑鼻而来 也不知道怎么的 越靠近他就越加地紧张 连呼吸都有些慌乱了起来 他的身体都是僵在那里的 安静的车厢里 似乎只有清浅的呼吸声 小糯米说着 白内的手去装穆涵雨温暖的大手掌 其实是休息的时候 两个老师在那边闲聊 让小糯米给听到了 两个老师说 手上有十个斗和十个波及的 是上天骤定的因缘 糯米听老师这么说 就好奇地问老师 十个斗和十个波及是什么呀 小糯米长得很漂亮很可爱 在班级里也很乖巧 老师很是喜欢她 小糯米扎拔着萌动的大眼睛问老师 老师便很认真的教她怎么看 然后还帮小糯米看了看指纹 小糯米的十个指纹都是斗 老师还把自己手上的波及给小糯米看 小糯米的记忆力本来就很好 又很聪明 一下子就记住了 哪个是斗 哪个是波及 穆涵雨修长的手 随着小糯米的翻着 小糯米很认真的看着 爸爸手上的指纹 爸爸你跟我一样耶 都是斗耶 小糯米像是发现了什么特别开心的事情 眉眼弯弯地笑着 清澈明亮的眼睛像天际闪动的星星 透着两人的光 小糯米甜甜软糯的声音 简直可以把人的心都融化了 夏末转头 看着小糯米那粉雕欲灼的小脸 他粉扑扑的小脸蛋 嫩得像朵花一样 粉嘟嘟的小嘴巴甜甜地笑着 他笑起来很萌 两个梨窝乍蟹 眼里的眸光晶亮 像是坠入了璀璨繁星的光 夏末向来对小糯米的笑是没有抵抗力的 看着他开心地笑 他的唇角也跟着不自觉地扬了起来 小糯米看完爸爸手上的指纹 就回过头再看看妈妈的指纹 正好妈妈也看着他 露出了淡淡的笑容 糯米 你是不是也很想我帮你看一下手指纹呀 小糯米开心地看着夏末 粉雕欲灼的小脸蛋眉眼弯弯的 夏末有种在风中凌乱的感觉 他能不能拒绝 木寒宇随着小糯米的话音落定 漆黑深邃的黑眸也朝夏末看了过去 雪薄的唇角勾起了一个四穴的弧度 他的唇角微微勾起 浅浅的梨窝让他显得格外的娇美 皮肤白里透着红 像是熟透的桃子 娇艳欲滴 他乌黑金亮的大眼睛 眨了眨说 我就不用看了吧 夏末扯了扯唇角 呵呵地笑了一声 木寒宇抱着小糯米 他的双手就放在小糯米的面前 如果自己把手伸过去 那不是刚好放在了木寒宇的手上 那不是很尴尬吗 妈咪你别害羞 我来给你看看 小糯米扬了扬粉嫩的小嘴 然后就直接拉过来 把妈妈纤细白细的手 小糯米把妈妈的手 直接放到了爸爸的手掌上 夏末的手触碰到了木寒宇温暖的手掌 心里就像有电流般 顺着指尖流通到他的心里 他本能地想要把手收回来 又怕小糯米不高兴 只好任由着小糯米 抓着他的手仔细地观察了起来 宝宾 这个是波及吗 小糯米仰头看向木寒宇 妈妈手上的这个指纹 跟他们的好像都不太一样 木寒宇听到小糯米的问话 性感的见眉微微一挑 我看看 木寒宇说着 温暖的大掌就握住了夏末 鲜瘦白皙的小手 英俊深刻的脸庞 朝着手的方向低了下去 漆黑深邃的黑眸 不经意间闪过了一道亮光 就在刚刚触碰到夏末手的时候 木寒宇就想要握住夏末的手 这小糯米还真是他的小棉袄呀 木寒宇英俊的令人窒息的脖唇 微微向上扬了扬 性感妖娆地要命 夏末无语 要不要这个样子 夏末想说出 他自己看得懂的 他自己看就好了 可是夏末还没有说出口 木寒宇就抓住了他的手 然后摇摇性质地观察了起来 夏末的手很白很纤细 握上去软软的 滑滑嫩嫩的 很舒服 他漆黑深邃的黑眸沉了沉 看了一会儿 才淡淡地嗯了一声 夏末想着 这都看完了 木寒宇应该很快就可以放开他的手了吧 可是没有想到 木寒宇把他的手放了下去 就没有再松开他的手了 也许是 自己的指纹不太明显 小糯米看个两三个 就会问木寒宇 夏末虽然有些纠结 但也有些破罐子破摔了 反正小糯米看完指纹 他应该就会放开自己的手的 虽然是这么想 但是被木寒宇握着自己的手 心力娇美的小脸 还是忍不住地红了起来 妈咪 你的十个手指纹 好像都是波及啊 没有一个跟我一样的 为什么呀 小糯米 你捏捏着小嘴 好似有些失望的样子 小糯米终于把指纹看完了 夏末的心里松了一口气 想要把手伸回来 木寒宇却握着他的手腕 并没有打算要放开的意思 夏末又用力地往回扯了一下 木寒宇握得更加紧了 他的力气对木寒宇来说 根本就不算是力气 如果他不主动放手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 挣脱开木寒宇的手 夏末的唇角抽了抽 然后不解地看向木寒宇 这是要闹哪样啊 男人置若罔闻 没有再去看夏末投来的目光 夏末只好放弃挣扎 就这样一只手 任由着木寒宇抓着 小糯米还仰着头 等着他回答问题 夏末扯了扯唇角 眼睛看向小糯米 眸光温和地说 糯米 不一样的话就可以互补的 就像我和你一样 我们可以相互喜欢 相互体谅 你说对不对啊 夏末只是想要安慰小糯米 并没有其他的想法 木寒宇听完夏末的话 心情莫名地雀跃 他说不一样的话 可以互补 可以互相喜欢 互相体谅 他的十个指头 都是跟小糯米一样的抖 所以说 他们俩在一起是很合适的 可以互补 可以互相喜欢 互相体谅 他刚刚挣扎着 要挣脱他的手的时候 木寒宇的眉头 有些微微促起 现在严肃的眉头 又舒展开来 薛薄的唇也舒展开来 小糯米笑灿灿的 眉宇间露出了一股 机灵的劲儿 像只小狐狸 嗯 我想起来了 我们老师好像也是这么说的 老师说 只闻十个抖的 和十个不及的人 是上天注定的姻缘哦 他们会互相吸引 总之他们在一起 是最佳组合 在一起会很幸福的 小糯米说得这么明显 夏末一下子就明白了 小糯米的意思是 爸爸跟妈妈是最佳组合 在一起会很幸福的 不过 现在的重点是 这是哪个老师教的 小糯米只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呀 怎么可以教这些呢 夏末看了看小糯米 又用余光扫了一眼沐寒宇 奇怪的是 沐寒宇一点都不生气 还唇角向上扬起 帅得像个妖孽 嗯 你老师说得真对 沐寒宇 毛子微微一咪 唇角身一抹意味深长的笑 夏末诧异地睁大了眼睛 额头三条黑线掠过 这老师在幼儿园教孩子这些是不对的 怎么沐寒宇还赞成了 夏末没有去接小糯米跟沐寒宇的这些话 而是问小糯米 你们老师上课教你们这个 小糯米扎巴着眼睛 笑得贼兮兮地说 嘿嘿 老师不是上课的时候教的 是课间休息的时候 我听老师在那边闲聊 我就问了老师 原来是这个样子 妈咪 我觉得这个好像真的很准的样子 小糯米歪着小脑袋 扎巴着小眼睛 朝着夏末眉目传情 夏末明白小糯米的心意 但是 她的心微微地抽签 伸出另外一只 没有被沐寒宇握着的手 揉了揉小糯米的脑袋 希望有一天小糯米能体谅她的决定 到了幼儿园 沐寒宇终于松开了夏末的手 他们一起下车把小糯米送了进去 小糯米很开心地跟他们说了声拜拜 离开的时候 夏末故意走得慢了一些 沐寒宇走在前面 夏末跟在后面 沐寒宇依然是走到了车后座 开门坐了进去 动作均逸优雅 沐寒宇上了车 并没有关上车门 挺拔的身影 坐在里面的位置 空出来的位置 明显就是为了让夏末坐的 刚刚小糯米在的时候 他们坐在一起 就已经挺尴尬了 现在又坐在一起 不是更加尴尬吗 夏末看着还开着的车门 和空下来的位置 眸光垂了垂 他刚刚故意走到后面 就是想说 看沐寒宇坐到后面 他就要去坐前面副驾驶的位置 夏末硬着头皮 伸手想要去关门 沐寒宇看到夏末的动作 不是要上来 而是要关门 漆黑深邃的黑眸 变得森冷 他冷恨了一声说 怕我吃了你 语气冷冽 俊朗的脸上 看上去好像有一脸的平静 实则散发着一种 不可言喻的危险 周围的气温 也随着他冷冽的语气 而冷令了下来 夏末顿时浑身一个哆嗦 他心里想着 坐到前面去的 但是本能的求生欲望 让他将关门的动作 变成了开门的动作 他们之间的关系 才刚刚微微地有些缓和 虽然要分开 但是为了小糯米 他也希望能和平地分开 哪怕他还是要求 他还给他那件 五十万元衣服的钱 他也是愿意的 夏末尽量保持着冷静 他爬上了车 关了车门 然后娇小的身体 就缩在了车门的位置上 男人的余光 扫了他的动作 如刀销般的轮廓紧绷着 薛薄的唇 抿成了一条直线 高大挺拔的身躯 透着森冷的寒意 车里的空气 安静得有些凝滞了 让人带着呼吸 都有些小心翼翼 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 让人望而生畏 夏末心里想要说些什么 来缓解一下 车上令人窒息的气氛 但是 他实在不知道说些什么 于是只好说 今天的天气真好 我认为是只好看着你